上班 槍聲響起 參賽者在汪洋大海中奮力的往前滑行 就是要奪得最後的勝利 一年一度的藍雨海洋杯 第四屆平板洲競賽活動 5號在紅頭攤頭熱鬧舉行 就算艷陽高照 許多族人與遊客人到場觀看賽事 滑船是不用那麼緊張 滑起來也是很順 比賽你又緊張 又看人家會不會趕上你 就不太一樣 如果在島上有這樣子的活動 年輕人能大家都出來參與的 還是有助於跟我們復興 自己的一個海洋的文化的部分 我是覺得應該鼓勵大家可以多多參與 這次的藍雨海洋杯 第四屆平板洲競賽活動 比賽項目有個人組 雙人組 及最精彩的大船十人洲競賽 共有東青 紅頭 廊島 漁人 野油 等五個部落參與 除了海上平板洲的競賽 岸上也有來自六個部落婦女的傳統舞蹈競賽 雖然最後受到間接性大雨 但選手人掌握了海上方向 通過了考驗 記者小巴黎德山 台東藍雨採訪報導